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香港新立案的国安法 在昨天下午中国人大的会议通过了 所以就让美国这边很多的国家都站出来表达反对的意见 那区域的政治的紧张 就让雅谷最近表现的就没有办法很突出的表现 当然我认为其实那个对于股市的影响是短线的 短期的 但不可否认的短期就是有影响 恒生目前跌164点 日本跌62点 上海涨不动就平盘 那刀仲斯跟NASA尾盘都是沙尾盘 所以都陷入一个整理的态势 那台湖今天早盘一度跌了82点 但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空 所以又拉起来 盘中最高一度只剩下跌4点 到目前录影时间还不到1点 12点55分 那指数是跌大概7点 跌不下去 暂时也突破不了 就像我说的 它就是一个区间整理 区间整理 突破拉回 再突破再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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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很有限 下来也很有限 持续在这个均纠结的地方 做一个区间的整理 那暂时这个格局不容易打破 因为五穷六绝七上调的 第一个五月份的数字 将在下礼拜进入六月初 会陆续公告 很多电子股 它的数字并不理想 所以你希望整体电子股 它非常的强 限制一段 我就跟你讲说 那是不可能的 限制一段电子股一定是难搞 只有非常少数数字 非常出所有股票 它就会走它自己的路 不然的话整体电子股 它是非常难搞的 那电子股权重大 所以你压在这边 指数空间当然就不大 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超速上来说 还是以有数字的防疫股 视为最强势股的优先的选择 所以前两天我们也趁着 防疫股在拉回的过程 我们就买两档 一档是恒大 一档是瑞基 我们持续做加码 就今天恒大呢 盘动最高 非常厉害 是亮灯涨平板 来到187块 虽然说涨的门锁住 后来目前打开来 又压回到大概180块钱 但其实这个串告 它还是非常的明确 前面这边收盘价最高的 记录是178 今天到目前为止 涨停板价格是187 稍微压回到180元 如果它可以收在这个位置之上 它的实质上来说 它已经有机会在今天收盘 创下收盘价的波段的最高点 代表就是它往上的趋势 是没有变化的 前两天趁着拉回 买150、160、165块 到今天到187 全面的又是大转 所以我就说 我没有任何兴趣去参与 最近市场上 很多多空大论战 有人看很好 看未来一年多的口罩多头 有人看得很空 认为你现在买下去 你会粉身碎股 我说那个都与我们关 我们就只看数字 只看数字 只要我确认它数字 后面一路往上 我认为股价就还没涨完 所以这波我们是最早进入口罩股的 5月11号礼拜一 趁着分盘交易的拉回 最低点81块2 85元通知会员大跌大买 并且我也在这边就告诉你说 大跌大买 就像LV打折你要赶快去买 你今天不买打折一结束之后股价 报价就涨回去了 售价就回去了 就跟LV一样 结果买85块 隔天就上去了 914 之后就涨0104 换个一天 开始开启连续涨0100 一根 两根124 三根136 四根149.5 五根164 六根来到180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 曾经有一档股票 你是趁着跌的时候 而且几乎是跌停板的时候的 最好机会 不用追高下去买 然后后面一个多礼拜之后 你竟然可以连转六根掌停板 那是何等快乐的事情 何等幸福的事情 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就是那一个 在他接近跌停板的时候 坐在这边告诉你说 那个是你买进的机会 只要你有听 今天你应该都赚到了 然后之后呢 打回去一天 跌停板 当天收平板 隔天再开高最高 190块半 再刷新高 虽然一度有打到跌停板 又尾盘又拉起来 然后呢 礼拜三一样开高 下去又拉起来 就昨天最高178 今天最高亮灯掌停板 187 所以当过去三天防疫股 强力震荡 好多股票跌了20几% 或者30%的都有 但是 恒大 它严格说起来 只有修正这一天 最高的那一天 隔一天呢 打下去就上来 然后之后连续两天都悄涨 今天高点来到187 离前面这190块半的高点 其实已经非常接近 所以防疫股完全震不下来 而且几乎 一下子就回到高点 恒大就第一强 那第一档买的185块到187 就狂赚了102块 高达120% 即便是前两天 买150我们算160好了 到87的都赚了27块 赚了16.8% 所以就算加码的 都已经瞬间大赚 最强势的股票 那第一档 如果你买这一边 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 七天八天 九天十天 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 到今天十五天 刚好买第三个礼拜 如果你在这边 跟着我买100万 你赚120%是变成120万 但是我们有会员 在这边买了超过500万 我们就以整数500万做计算 128是赚600万 我们确实就有家族成员 资金大的 这一波光一档股票 赚了不止600万 这都是真才吃掉的绩效 而且前面这一端 因为是反映四月份的 一片是1块6 所以我就说多空论战 我都不参与 我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 它的每个月数字要开出来 当它四月份的获利 是1块6的时候 我可以预见 五月份的获利就超过2块钱 因为五月份 它的仿捷不支部 整整在五月一号就涨了100% 我也是在五月初 最早坐在这个位置 告诉大家说 它的仿捷不支部大涨 所以营收必然跳高 而且因为涨价多 所以营收全部都是近地的增加 所以可以预见 五月份的获利 应该非常轻易的 可以跳过2块钱 然后经济部 已经在前几天就宣告说 6月1号口罩全面开放外销 除了国内定量征收的量之外 都可以自由买卖 自由内外销 一旦开放外销 只要外销比例20% 大概单月获利就可以超过3块钱 如果外销比例更高 单月获利将要上看4块钱 因为不只是龙本不支部或者口罩 国内外价格都 国外价格比国内价格大概贵超过一倍 所以你外销越多 国内疫情越稳定 大家口罩用的越少 他可以外销比中越高 他就赚得越多 所以单月获利将要上看3到4块 全年我算一算 保守25 乐观30 赚得到目前为止单月份获利还比闽城高 赚得我认为今年即便输闽城不会差太多 闽城目前大概270 然后很大的部分目前大概180 所以我就说我们只看数字 如果他的数字如此惊人而且持续在往上 都有人在250到300块给你比价了 我认为这股价都还是低估 所以即便是已经赚了120%了 前两天买的都已经赚大概16%了 后面有认为都还有大赚空间 然后另外一档 也是一样 防疫股的首选 我们前两天防疫股在拉合过程就买两档 一档是很大 一档是锐基 防疫股最高来到314 也是一样 这两天没有什么跌 唯一只有一天跌停板打下去 当天就拉起来 从跌停板273拉到315 盘中一度拉了40几块钱 那是何等强劲的一个买盘 完全没有任何明显的卖压 震不下来 当天洗完 隔天就上 最强势股票 从5月13号14号 就连续一根两根涨停板 5月15号第三根 5月18号第四根 301.5元 然后创315的新高 隔天整理一下 然后又回到312.5元 又来到321 又来到322的这波最高 然后礼拜二平新高 礼拜三就我说的 打跌停拉到315 这一拉拉的40几块钱上来 这买盘非常强劲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不懂算数字 你砍在地板 我跟你讲 多的是那种非常知道说后面数字要爆炸的人 就等你乱砍 把你从跑全部捡走 就当你卖在地板 结果看到他当天翻红 你卖跌停当天翻红 人家赚了十几% 结果你是砍在地板 那真的会想要去撞墙 昨天最高300亿 就今天最高 314块 股价持续变高 这他创新高只是 轻轻松松 一个压一个下子就创新高了 4月营收8089万 5月上看1亿 6月上看1亿5到1亿7 那如果说有涨价的话 营收就会更乐观 出货量从7万跳15万跳30万 未来才能规划每个月上看100万组 假设全球的需求 绝对大于100万组 100万组 每组10美金 一个月将贡献3亿的营收规模 现在营收才8亿 如果说100万组 10美金可以做到3亿的营收 净利率抓大概7成 真是赚翻了 未来确实有机会在几个月之内 是有机会看得到的 因为这两天疫情好像又在增温 韩国突然间一天就多了70例 没有那么简单消失 所以快删市场非常大 所以它比去年的 前年的贝农文件股 我认为它可能有更强势的走势 因为它的毛利比贝农文件股高 它的净利率比贝农文件股高 它的股本小 它有IES股的特色 高毛利高营业率高EPS的成长 但它的本益比目前还没有那么高 所以今年所谓的3000斤4000斤 一堆都是设计股 都1000多块 本益比都30倍40倍50倍 再来我认为整个快删股 它非常有机会成为设计股之后的 另外一个高价族群 只要陆续通过认证 陆续拿到认证 陆续出货跟瑞季一样 营收获利开始三级跳 未来会有非常多高价股在这个族群 所以说我就说防疫股最重要的 就两个族群 一个叫口罩 另外一个主流就是快筛股 所以瑞季的部分 1900买到最高322 赚了132块赚69% 我认为这样股票 也是跟恒大一样 是准备要赚另外一个被输获利的 所以这股票可以有这么好的表现 当大家还深陷卡在电子股 涨都涨不动的过程 其实我们经常把电子股大部分都转来 防疫股做一轮温枪股 口罩股快筛股一轮又一轮的赚 然后前面几天高档卖康纳香 卖保龄卖高端疫苗 卖完通通掉下去 今天再回头再买一档 防疫股等我们再来谈 一买就涨了 所以我们是最早进入防疫股的 而且已经来回做好多趟了 所以要做防疫股我想你就是跟着我来吧 而且即便是买防疫股 我也是都买最棒的金明股 要真的有数字的 或者要非常明确的进度的 因为我们坚持只买金明股 那如果说你是我的达人交付成员 我就会照顾好你的所有的资产 告诉你你要买多少股票 多少商 多少部位 我照顾好你的选股 帮你挑的都是数字 数一数二强势的金明股中的金明股 都是台股里面最棒的机油股 带着你做一个来回的操作 保龄操作两趟 南六操作两趟 高端高档初心 康拉江也高档初心 最后帮你赚到最棒的绩效 你光想如果说你买100万的恒大 今天已经笑呵呵了 今年的所有绩效你都够了 更不要说我们有会员 是买超过500万以上的 这一波赚起来就是超过五六百万 不得了的绩效 所以成为家族成员是最幸福的 这就是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虽然是说 诚挚的欢迎大家都来成为 郑老师的达人家族成员 只要你是我们成员的一份子 我就会跟照顾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 帮大家照顾得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知道大家赚钱不容易 尤其现在景气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在工作上或者事业上 或者自己的一个公司上的营运 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在股市里面 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的话 那其实很多事情就会改善很多 所以当大家把这个资金放在我的肩膀上 让我带着你做操作过程 这是一个仲值大任 我就是要带着你做最棒的股票 做最好的操作 然后让你得到最好的绩效 欢迎大家都来成为我们家族成员 那庆祝这一波的恒大锐机 没有天天涨云 但是就是一路涨 所以一二八的活动 一样再加码三个月 再加码三个月 利用这个活动 赶快来成为我们最幸福的达人家族成员 这会儿我们再聊 小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这一波我们大概是最早慢慢慢慢的出清很多赚钱的电子股 然后就一波一波的转进防疫股 从最早的温腔股 比如说6457的鸿康 当初在疫情发生 导致整个股市崩跌的过程 股价差到40块钱 我们买在46的这一个起涨点 那一波最高冲到94块6 我们卖在大概81到84块钱的区间 整整那一个波段红钢获利 是赚了超过八成 这是第一轮的防疫股 然后搭配着操作豪展 做了两趟 赚多少我也不去计算了 后来开始做口罩股 然后就买恒大 从这边先买85块 然后这边再买 20分钟喷炭交易打下来再买 就到今天已经喷到大概180块 190块钱 这获利就是高达120% 然后中间又搭配超错两趟的南六 200到220 然后220几块钱到240几块 250块 两趟也赚了四十几块钱 所以赚了多少 那个我也就没有清楚的去计算 那之后再跨入快筛股 先锐基码 190 然后喷出到322 然后搭配操作保龄 前天174出清 今天目前股价是148块半 148.5元 所以卖174的目前148 还差了20几块的假差 这中间我们做了两趟 买130 卖150 然后再买149 然后再卖174 所以两趟加起来赚了四十几块钱 也赚了大概三几% 然后再做一个蛮短的一个操作 高端疫苗 买88 卖在108 赚了20块钱23% 你卖完之后昨天也杀下去 那今天谈上来但是股价还是在我们卖的价位之下 所以防御股它是一波一波一波 那没有数字的我们就来回做 有数字的当数字股价还追不上它数字的表现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用轻易的输 就像恒大跟锐基 所以就一波一波来 那但是任何的选股 我都非常坚持 就是说你要有最厉害的数字表现 就是说你要最好的营收 你要最厉害的那个EPS 你要拿得出数字来 那即便是没有 但是你有非常好的认证的进度 那跑赢同业 可预见的后面 很快就会拿到比如说欧洲认证 美国认证或者是台湾认证等等 股价就会飙 所以中央还漏掉一档康纳香 我买在329 然后赚一根两根三根 就全部出新 全部出新 抱歉买这边 然后赚一根两根三根 第四根没有赚到 就赚了超过三成 所以口罩股我们是大获全胜 但是有一些次要股票就来回做 主要股票像锐基跟恒大 我们就死报 一路在趁着拉回再加码 所以要买都要买最棒的金瓶股 那前两天三天 我们就陆续出了康纳香保龄 跟高端 那今天我们就开始 刚刚我一开始我就说 我们开始回房 回头再买防疫股 那今天早上买进的是这一档亚诺法 我们大概在6768附近买进 结果买完没多久 锁住涨停满就再没有打开了 所以这是非常精准的 出完之后防疫股大跌三天 回头一买 马上亮灯锁涨停满 而且一锁是锁三千多张 这就是我们的超盘功力 选股功力 那要买当然有非常强烈的理由 我想就是说我们在带交流成员做操作的过程 第一个讯息往往是买卖讯息 告诉你买什么 卖什么 什么价位 赶快去买 赶快去买 那操作完之后呢 我一定会发一个补充的讯息 告诉大家非常详细的基本面 告诉你为什么要买 所以让大家买的都非常清楚知道说 我们到底买这个股票的理由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买亚诺法 因为第一个 股价它已经修正 从81块8这三天打回到64块4 回档幅度不小 不小 因为活泼嘛 所以我常在说赶涨停的强势股 它如果跌停满 后面还是会涨停满 所以这就再度验证嘛 就从81块8杀到64块4 第一个有修正过 第二个它的快筛事计在4月份 就送美国FDA认证 然后呢 5月大概上礼拜 就做一次补件 大概礼拜三补件 所以按照过去金万零 就6645的金万零 股价可以从50标到200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送美国FDA的 EUA的紧急授权的认证 不到10天就过关了 那美国市场最大 所以股价碰一个 就直接翻倍涨 然后再拉回 但是目前股价 还是超过110块钱 为什么 因为美国市场最大 全球感染人数最多 死亡人数最大 它最需要最大量的快筛事计 所以能拿到美国市场的认证 这是最重要 那今晚你之后呢 美国送件最快的就是亚诺法 我们认为6月初 就有机会拿到 美国EUA的紧急授权 一旦通过 它估计就是很大第二 估计就是很大第二 到时候可能你要买就买不到 所以掌握进度 掌握数字 你就可以提早上车 所以回头再买防疫股 今天马上 不是强势的涨清白 所以不管是你要做口罩的 或者是你要做快筛的 未来保龄 未来高端 我都会考虑 在适当时期再把它买回来 适当的价差 或者是稍有适当的一些认证的进度推进的时候 我都会考虑再买 因为这个是主流 所以重点是你还是要找一个 懂得怎么做选股跟操作的人来带着你做 尤其是如果说你的资金真的比较多 你看我讲这么多好的股票 但是你并不像我们很有信心的知道说 恒大就是要买超过500万 或者是瑞基就是应该买超过500万 这一波赚起来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真的不会做的 欢迎大家加入达安家族成员 我带着你做精准的选股 做精准的操作 最后给你一个最满意的绩效 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幸福 成为达安家族成员 我会照顾你的资产 帮你做最好的选股 选最棒的金银股 然后给你一个最棒的操作 来回操作或者拨转操作 最后给你一个最棒的绩效 所以恒大大赚 瑞基也大赚 所以EU8的部分 我们持续再给大家加码三个月的最大的好康 欢迎大家就是说 利用EU8加3的活动 成为我们最幸福的家族成员 也祝大家超顺利 下次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plung儿 未经许 belki 防资人以独立 迟